像這邊這位大媽 就是像草菅彌生的感覺一樣 包括她整身的配色 在草菅彌生的一些作品裡也能看到 然後這邊的也是 反正就包括紅色跟顏色也是非常的協調 我是秦霄 然後是一名時尚攝影師 09年來的上海 到現在已經11年了 我拍了1000位老人是有了 老年人的服裝其實什麼樣都有 就是它也是忘了萬象的 它就像一個城市一樣 只是我們有可能平時沒有太去關注 最開始做這個項目 只是應該是在街上看到老年人的服裝 有一種可能是不經意搭配的 然後有一種就是肯定是很考究的 如果簡單分成類別的話 就是時尚的跟野生的 比如說羽絨服裡面套了好幾 羽絨服裡面還穿了好幾件衣服 所以我就穿一個大衣 一個毛衣這樣 年輕人就是穿得好看 比如說打扮得多麼花俏 我覺得就挺正常的 但是我覺得老年人反而是更特別的群體 可能是在跟年齡有關 就包括大家對他們的印象 之前的一些印象之類的 年輕人應該更受到網絡媒體方面的一些影響 因為他們會有可能會關注比較主流的服裝 或者成品之類的 但是老年人好像就隨著自己的喜好來穿搭 那就我個人而言 我可能喜歡的是在撞色方面 老年人他們身上的撞色 我會去學習 研究之類的 平時我就用蘋果手機 從最早只是散步來拍 到現在也是用下一步時間在拍 但有的現在是會刻意增加一些散步的時間和機會 這樣一點 只是因為我住在這邊 然後我就經常去家附近這邊逛逛 一天如果能選出來一個 就已經很滿足了 有的時候拍了挺多人選不出來 有時候拍了兩三個人就可以選出來 在公園的老年人 應該是我經常可以發現他們 因為我作為一個比較是觀察者 在後面的人來說 這些照片 它的搭配沒有經過太刻意 你有可能在二三十年之後 回來再看這些照片 能看到現在上海的樣子 16歲的時候 大概路過了一個照相館 當時有這個想法叫成一名攝影師 從那個時候蒙生這個想法 我其實從小就比較愛觀察 然後比較容易察覺一些事情 愛靜靜地在那兒想一些或者看一些這樣 可能我在小的時候 很小的時候就在不停地轉學之類的 然後可能每到新的一個環境 就可能就是不太愛講話 應該養成一個觀察的習慣 有可能是這樣 希望能對家產生一些其他的關注吧 那就是跟爸媽交流 以前我可能總會覺得他們煩 或者就是嫌囉嗦 就是哪怕在微信裡交流 就可能經常不回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有一天 我就覺得 我只允許他們不回覆我的消息 不管他們發來什麼 我都要回覆 如果是有一天在你失去的時候 就不必為此惋惜了吧 也不是說因為我拍了老年人 大家就關注老年人 我更希望大家可以關注身邊的朋友 其實身邊有很多美 你給你拍嗎